点了外卖 半天还没送过来 肚子饿的咕咕叫 大伟坐不住了 他说先把这个床装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个床 你可能装不回去 因为这拆的时候感觉挺复杂的 拔特多 拆起来容易 装起来难 有意思还找个人啊 对啊 找一个专门装家具的 我估计100块钱够了 等等 我研究一下行了 100块钱你再拿起来啊 那你试试啊 就看你的本事了 我为什么说这床复杂呢 看看这床上拆下的螺丝 超多 是一个大工程 正如我媳妇所料 这个床太难装了 这木板床比鞋架子床 要难得不是一心半点 果果快放学了 我们去接他了 明天争取把这个床给装好 今天继续来办公室收拾屋子 刚刚大尾废了 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把一张床给装好了 昨天装了一半 我就说这个比较难 他今天花了点有多长时间 我还给你打下手 两三个小时吧 一上五 看看大尾组装的成果 主要是拿在哪里的 就是这个液压板 其他的四周跟这板拼完之后 他把孔位搞错了 孔位的高低 板的顺序弄得不对 然后装了液压板之后压不下去 然后又把这两块板 跟那边边拆了 又重新装了一遍 现在终于装好了 早知道要花这么久 四五个小时装一个床 咱们其实这应该叫个人 所以说隔行如隔山 过来把它压下来 但是这一次我装了之后 以后再装床 我就熟能生巧了 大尾说这个就当给他练练手 他把孔位螺丝拧来拧去好几遍 这张床不能再搬了 彻底就松动了孔位 以后不在这住了 不在这住了 就把这个送给房东得了 说来说去 这床费着这么大力气 其实搬家的时候我都不想搬 但是呢 这个床垫是新买的 这床垫如果没有个床放的话 他这样立着站一面墙 也很浪费空间 这个床就是 咱们结婚的时候都用了十年了 这次搬过来 主要是为了放床垫用 所以现在把它放上 把床装好了 媳妇 办公室带个卧室 以后跟你吵架了 我就直接来这睡了 我会把你护出去吗 然后你有时候生气的 我们俩出去快点 我就把果果一字 果果走 咱们去办公室睡去 你睡咱们家刺卧就行了 那还不是这一个屋子 我媳妇饿得不行了 怎么我呀 刚才你说你没劲了 今天就收拾了一个床 把一个衣柜搬到这边来了 那屋两个衣柜太占地方了 现在看看这个卧室 这个是朝南的大卧室 然后把一个货架放在这边了 另外一个衣柜 这是房东留下的 放在阳台上了 因为我们基本不用衣柜 再看看客厅 这是我们第二次来收拾这个办公室 所以基本上还断着呢 还没收拾出来 另外两组货架就贴枪放在这边 然后冰箱放在这 现在我们有两个冰箱能用了 这是从办公室搬过来的 我们自己的 然后那个厨房 房东还给配了一个冰箱 这以后好吃的不怕放不下了 媳妇 我有个想法 咱们快速先把厨房收拾出来 在这边能开火做饭 就不用吃外卖了 我也觉得是 每天吃外卖不知道吃什么 对呀 而且外卖吃的人好像都没胃口了 看这个挺香的 这个特饿 你这炒刀削面 有点坨了 我这个是回锅肉干饭 闻着挺香 所以我把它弄得越确实了 我们学一下 treated 我这个是适정的 我们坐下来 我们再度一会儿 适应 我们再度一个 好 就是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